Photoplayer 这边的话,第一个我们先把这个画面做出来,那画面上面的话,第一个当然建一个专案好了,专案名称也许叫CH 这第六章,那你就建一个CH06好了,叫Photoplayer,这个名称 那这边的话呢,第一个先把专案建起来,我想建专案前面已经 应该做了蛮多次了,我想就是从新建这边去找一下 那这个地方输入名称,并且特别注意,这个我想你都用2.33好了,那将来如果说你觉得这2.33已经OK了,你觉得这个地方已经稳定了,没有问题的话,那我建议各位可以再往下 比如说你可以再去用4点,现在最新的大概已经是到4.4的吧,19或者是 19,20,21应该版本都有出来,你可以再去当新的版本 再往下做OK,那建一个新的专案之后的话 再来两个部分,一个是一个是画面,我们的view的部分,UI的部分,那就在这个地方Active Demand 那我打开之后,我们来看一下里面的话,大概会有哪些地方我们需要去做布局的动作 第一个的话呢,打开之后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我把画面放大一下 那比较 跟前面是一样,就是第一个你先放一个Button,那Button就是从这边 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个Button,再拖拉过来一个 两个,这边有两个,那分别是B01,B02 那当然你会想说,那老师那是地方,我希望把它放在左右怎么办呢 其实应该记得把Layout里面 可以放左右的嘛,那你可以什么 放个Layout,Layout里面的话呢,再多一个什么 多一个这个Layout,就是横向的 这Vertical部分呢,你把它拖拉过来 然后呢,你如果要做左右的话,你就把第一个 放进来 第二个也放进来,放到什么,放在这里面 它大小,现在太大了,你可以把它稍微说一下 那宽度的话,大概调一下,看你要多大多小 比如说大概给他100左右好了 100 OK 那这个,这个已经拖拉到底下 所以你会发,上面这个是第二个 那第二,第一个的话也是这样 按右键好了,直接 他的宽度,直接去设定,他的Layout的宽度,直接去 直接给他100DP好了,直接给一个的单位DP OK 好 那再来第2个,可以把它拖拉进来 放进来,那么左右就一个 如果说你要刚好放在正中央的话,按右键 这个Gallery 把它Center一下就好了 就刚好放在中央,那如果说 你要摆在下面,我摆在上面看各位 一般好像习惯上面,会把它放下面是比较OK的话,那你就把它摆这个位置,他就左右两个OK 所以这个位置的话,你可以自己再去调动 甚至在 这个图上面,如果说你希望让使用者 更friendly,就是说他有一个箭头,比如说你可以放一个什么,图示,可以放图 那上个礼拜的翻例里面,上上礼拜,ATM那个也有放图,你也可以在这上面放图 好,第1个是 放两个按钮,然后呢,再来的话放什么呢,放一个Image View 这个Image View怎么加呢,在 Image and Media这边,那可不可以找一下,在这个群组里面 这个就是了 实际上后面我们会用到的像 这个Gallery Gallery也是在这里 那另外有一个,这个 Gallery View 放的位置应该在这里 Gallery View应该,我看一下是不是在 这边有个Gallery View 位置,位置不太一样 那我们需要的是在Image View 拖拉过来之后的话 他会预先跟你要一个图 那要一个图呢,他预设有个小绿人 不过用,除了用小绿人之外的话 你可以预先 在 Resource里面 对不对,因为我将来要show的图呢 全部都放在哪里呢,放在这里 Drobo 放在Drobo里面 那Drobo呢,我如果说我今天要放 范例图,你可以直接用拖拉的方式 直接丢进来 那在网路上面我有放范例图了 所以如果你们 找不到适当的图的话 你可以在这个上面的上一页好了 在这个外面有一个CH06的Drobo 那这个图档,这个压缩档里面的话 你把它Download 就是我上课用的范例图 如果说你没有更好的图的话 你可以从这边去抓 那把这个解出来 我把它解压缩 那解出来的话呢 这边就有这几张图 IMG01 一直到06 有6张图 如果你自己有图的话